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最近你看咱们微博又开始叫震了 说是卢州卢县中学生死亡事件 你们敢不敢聊 其实现在政府也已经公之于众了 但是无奈何 我觉得某种影响和阴影已经造成 至今很多网友不相信 现在到最后什么市长 什么政府三头六面的全都出来了 甚至把尸检的报告都拿出来 然后就说确实不是什么官二代打死他的 是他自己高空坠下 你可以看看一些相关图片 这是这个母亲的 当然那母亲很伤心很不幸 就是这个孩子赵新才上初二 很可怜的这孩子 4月1号 然后你再看下面 4月1号 这是发现他从楼上坠下 这是这个现场 现在也都公布了 再看 然后这就是他的寝室 据说呢 就是他就是从这个窗户 跳下去的 再看 这是他的妈妈 在这个现场 这个哭诉 这个声讨 然后你再看 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尸检的情况的通报 根据这个通报呢 就是说呀 这个尸检的结果证明 他身上没有什么别人打他的痕迹 就是确实是属于高空坠下的这个内伤造成的死亡 但是金老师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最好的时机过去了 就第一个处理问题的最好时机过去了 对 现在是个那个网络时代 网络时代那个新闻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以前你要去采访以后回到家里写写了 以后再再要复印或者说或者说用什么方式再把它呈现 现在都是现场第一时间就就出来了 就是往往现在是这样 如果说这个曝光力不断的曝光力是来自民间 而没有政府或者是权威机构权威媒体的这个声音的话 你就丧失了第一发言权 第一发言权丧失以后 社会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那个效应在那边 所以你政府再出来说什么 可能大家都打指扣 更何况这个政府的信息是滞后 为什么我看了有两个新华社记者 他们到现场去 结果不让他进去 或者最后进去 新华社记者官媒 进去以后不但阻挠 使得他拿不到第一手资料 最后他写的文章是什么 政府拿出一个真相 为什么这么难 他这个文章是6号发的 是1号那个最楼的 所以到6号发的时候还没有真相 其实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政府的他的这个公信力 他的权威性 他的责任在信息滞后的情况下在流失 我是这么看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 引起群体性事件啊 往往就会有有这么一个情况出现 而且当初为什么大家会一下子觉得 这是事实 就说网上出来一篇文章 就说这个孩子是被那个 几个官二代 对官二代 有什么县长的孩子 什么什么的那个 对 那其实按照如果说传统媒体 比较专业的话 马上就可以去调查 县长有没有这个年龄的孩子 对 县长年龄是多大 对 马上就可以把这个真相告诉他 这个真相那个我自己也是后面几天才知道 那前面根本就不知道以为是真的 而我最早看到的真相 我几乎都相信那是真的了 因为过去说是无图无真相 后来说有有图也不一定有真相 但是要是有视频呢 我最早看见的是网上传的那个视频呢 后来我才知道 我说这个也得追究 后来他们说是几年前发生的在什么武当山的 这个地方 也是这么一个霸凌凌虐的一个事件 就几个学生啊 打一个学生 确实是打的这个遍体鳞伤 但是当时这个视频说的就是卢州的这个这个孩子 那么就是说被打成这个样之后 从楼上扔下去弄死的 但我这我觉得这个视频影响极其之大 就是说这个传播广了以后啊 好像这个政府反而滞后于这个反应了 没有因为时间点当然是重要 因为任何的危机公关处理都会讲究几个部分 第一个你回应的时间 第二个回应的内容 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的材料 第三个是回应的态度 你不能说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啊 信不信有理等等 还有第四个是什么呢 回应了之后了 你怎么样来散后 该赔偿的赔偿 该检讨制度的检讨制度 全世界都一样这四个部分要看 那可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讨论的事情 不是在一个真空状态 不是说在地球上所有地方发生的事 除了用这四个套进去以外呢 现在是出现的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内视 让大家没办法信任的悲剧嘛 不管是小孩的死亡 还是所谓的好多的非正常死亡 本来就没有信心了嘛 所以你不能说就算今天 季老师你是那个负责这个的公关大员 我觉得也不仅是要套用这四个 而更是说要问 在一个根本大家没有信任感的环境下 我如何做应该做什么 是不是平常假如发生在其他地方 我做这样就够了 可是在发生在这里呢 就要多加一些材料 多加一些图 多加一些善后 还有这态度要加倍的改变 我觉得说不能抽空来说了 因为本来就是没有信任了 所以我们在网络看到 不管什么悲剧喜剧 最常有的一个回应是什么 炒作 一定是炒作 所以就很多人 这样不晓得什么居心 移花接木 左弄右弄 很容易大家就相信了 料理再澄清一百次都没有用 因为现在这个是网络世界 时间就是点击力 以前我们说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点击力 你同样一篇评论 这个事件发生了 你跟他同步发出来 上一万十万家 可能就很大 你过一两天之后 那就点击率低 所以很多人就迫不接待 先要放上网 刺激眼球的 先放上网 那这个时候 其实政府抓时间 我觉得很重要 我就想到 前段时间我也写过文章 就是辽城的那个 杀卢姆者 杀卢姆者 在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当中 我觉得当局 相对抓的时间 抓的比较好 他这个事件 经南方日报报导以后 网上发酵了 大概一两天 最高检察院就宣布 要派调查组过去 那个山东的高院 辽城上面那个上述厅 就觉得要受理 这样的话呢 给群众一个印象 上面知道了 上面关注了 那个这个心里面觉得 好像这件事情 有上面关注 就容易解决 可以得到真相 而这个卢州 卢县这个呢 差不多四五天 是到六七号 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才宣布 要去配合做调查 这个时间点就晚了 结果那边的发酵 一下子就上万人的 那个机会 您这个分析啊 就让我这个想到 这看来 这个现在的政府得提速 就是因应今天的这个环境啊 就等于这个渔情啊 急如火呀 因为这简直就是跟流言蜚语 或者去竞争啊 但是呢 同时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比如说啊 我又假设说一个政府 你比如外界觉得 他们的反应很迟缓 很笨拙 但是实际上 比如说中国的很多地方官 一出事 他第一个是怕呀 怕出事 对 怕出事 而且呢 一个事情的调查 该做出什么反应 的确需要时间吧 就你像 比如像你说的 山东这个如母杀人案 一两天能够有反应 但是真正你要说 从政府的负责人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事情 它有个判断过程吧 我该做出得当的 符合力度的这个反应 首先建基于 我觉得啊 对一个事情 它有个估计 有个估量 万一根本是个小题大做 也是有可能的 那你最后变成这个什么 好像这个什么 是过当了 你的反应过大了 是不是也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很考验你 最初始的 对这个事情 在未经过充分调查的时候 你首先 你是不是需要有个判断 这个事大敌有多大 这事怎么办 这个绝对需要判断 其实你做新闻也需要判断 新闻要判断 跟主编的判断一样 要跟主编 我这个新闻该不该做 我该不该报 那及时跟他通气 那个也要判断 你就是公安抓人 有人报案 你也得判断 判断是一个尝试 关键是 你判断过程当中 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理念 就是说 你就看我们最近在看 那个以人民的名义 对对对 那个这个 大风场 群体性事件 那最后官员 有官员认为 开枪驱散 他觉得开枪可以把人驱散 那个但是有一个老干部就认为 不能驱散 要疏散 对吧 就这个不同的理念 产生的结果会不一样 就现在我们往往第一 这个事情不能让上面知道 上面知道是我的政绩问题 第二 要把群众压下来 因为我有权力 对吧 那个权力好像比讲理 好像更管用 对他们来说 那这样的话 有的时候就往往失效 因为你群体事件起来以后 你第一 你管控不了 就我们讲到社会控制的问题 社会控制问题 到底用什么方式来控制 强权可以控制 你隐瞒 那个案情 你可以控制 但是还有一个 你可以好好的疏导 就是像这个大风场的疏导 我就看到了 共产党的传统价值 他其实里面在讲 联系群众 解决群众的问题 就是他要告诉大家 群众是讲理的 你要好好跟他讲理 他还是会听的 当然很多时候在现场说 不是那么能控制 这是一个故事情节 对 但是也有说 这个是个原型 有这个故事 还有 所以我在网上 有人看到 对这个卢州的这个案件 有人就留言 说现在的地方政府 是不是还生活在 周口店 时间 你要压 你要 你要强权控制 不可能控制得了 现在网络都直播 对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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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像嘉辉这个港人 他看到这个大风场的冲突 观感就跟咱不太一样 是吧 对 电视等一下再讲 我听那个季老师刚说 我听得最注重两个字 知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这种事情 没完没了的 为什么呢 我们刚讨论到时间 回应的时间 我们都是同意在互联网时代 时间分分秒秒 每秒每半秒来计算 好了 就算你现在这一次时间场赢了 可是那些流言蜚语 还是会继续 你无限量的打 所以没有一个能够真的 所谓的永远准确的政府的回应时间 那第二个 季老师刚提到的 不管是控制 压制管理这个 当然需要在行政上面 可是也是一个行政的 讲权者的语言而已 就真的要让这些事情不会经常不断发生 互不信任 是什么关键呢 就是你刚说的知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要让民众有知道的权利 而且知道的来源不能只从政府 所以季老师刚刚说到为什么大家 就算你公布了材料了 大家还是不信任 因为比方说你说有新华社的记者 被阻碍 不能进去等等 所以在每一个社会 三权分立 再加一个第四权 新闻采访报道 因为好 你政府当然需要时间 做很精准的 很深度的调查 我不能为了满足民众 我乱回应 我负责任的政府 可是永远要有一个 来另外一方面的 知道的来源 那大家才真的会信任 才会让这种事情 不会就算这个悲剧发生了 压下来了 第二个悲剧 一样不信任 完全不存在信任 关键其实就在知道这个来源 不能说我给你知道 我就给你知道 我这次比较为了什么理由 好心 或者说我给你知道 就给你知道 或者说我愿意给你知道多少 你就能只能知道多少 关键在知道这两个字 不然的话 这种悲剧停不了的 我们可以一讲再讲 咱们总有一个控制的观念 有个控制的概念 对 就事情还在不在控制当中 我是老大 我说了算 我来控制 但是难道不控制 我估计美国政府 发生了有些事情 他是不是也会要有个控制的概念 其实是一样 我在美国 我听美国人说 美国人是80%以上 不相信政府的 可能全世界 那个 好莱坞带头 都是这样 不相信政府的 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长期接旅过程 不是今天这件事情 明天那件事情 就是可以让我相信你 甚至于有些官员说 我人格担保 我讲的是真话 你把自己的人格都拿出来 但是老百姓还是不相信 是 关键是这个 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 因为其实中国共产党 这个党啊 它是一个讲理念的党 就它的这个 从它建立江山 跟那个管治理那个江山 原来一直是讲理念 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 小时候讲的最多的是 为人民服务 对 你在美国 它起码它还有一个宗教的理念 与人为善 或者怎么样 上帝爱事人 现在这个整个中国的 在这个理念的约缩 对行为的约缩 已经基本上破产 就是互相之间的信任 没有一个 在一个基础上 就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才会互相信任 否则我凭什么信任你 大家都在讲利益 你也是为了多拿钱 我也是为了多拿钱 你的权力比我大 你可能对我有欺压 都会是这样想 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理念 作为一个支撑 这个其实是最要命的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致命伤 全世界的信任 当然是个问题 可是政府的 一般都是不被信任的 罗斯福有一句名言 美国他说 政府就是要来被不信任的 因为只有我们不信任他的时候 才能争取保障自己权利 所以全世界都一样 重点是说 好就算我信任你 你要让我有方法 检定我对你的信任 正不正确 你没有方法给我去检定 我对你的信任 你只能说不断叫我信任 你好像催眠一样 所以我就跟你讲 他这个本身 就你刚才讲的这个第四权 实际我有时候觉得 说什么民主 他民主落实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觉得 即便是在西方这个社会 按说美国一人一票 但是仍然不能忽视的是 新闻的监督权 而且你看 现在咱们形成的共识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微博底下 我就说现在整天给人叫阵 就是说 聊成这事敢不敢谈 卢焦这事敢不敢谈 老百姓为什么 他会质问我们这个媒体 因为他觉得你不敢谈 这个东西很深 为什么他都有这个政策水平 他都觉得媒体不敢谈这件事 这个很有意思 那就是这个社会缺少讲真话的渠道 就是主张正义的渠道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质疑 因为按照道理说 媒体就是主张正义 监督的 讲真话的这么一个机构 但是现在的媒体 跟以前确实是不一样 我记得我以前要写篇文章 我刚去亚洲周刊的时候 老板就跟你说 两千多字的文章 你起码要采访十个人 我说为什么这么多 用不了这么多 他说这样才保证 你这个文章的真实性和质量 就是你要反复去求证 现在不会求证 这个被人推下来了 14岁的少年 我就赶紧写推下来了 然后听说后面有五个 那个富爱代官爱代 在整治他学校霸凌 就这么写 不会去求证 按照以前 以前一定要去求证一下 问一下宣传部 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 宣传部说 以前连报都不报吧 我刚才有人说 连报都不报 已经进步了 起码我们在香港 做新闻是这样 其实内地有些 也有深度报道 有些深度报道 起码都会这么做 我看 就是凤凰有些做一些 比如说那个死猪 上海长江飘下来的 他不会就去拍那些死猪 就是说上面 那个怎么怎么 还会跑到上面去求证 怎么回事 但是现在的媒体 很少有记者这么去做 为什么 等你这个全部做完 可能这件事情 又被另外一件事情覆盖了 他的点击力没了 所以今天你知道 就是面临的前所未有 我觉得那么复杂的一个情况 你过去老以为 是因为政治的某些压力 好像不能报道一个东西 现在呢 他还有一个问题 当年做深度报道的很多记者 他都去写十万家去了 自媒体 他连什么十个人 他根本不出家门 他就是抄来抄去 而且呢 我现在听他们有些 写这个十万家呀 这个总结这个经验 我到最后就会觉得 我说你们这是社会恶的力量啊 这是助长这个恶化人心的力量 你确实收获了很多利益 但是你比如说 就好比比如说 卢州这个事情 你会发现呢 假设说民间的这些视频 移花接木啊 你背后看他的规律 他怎么着能够引起点击率 你就能发现中国社会的很多矛盾 比如说官二代 这就是一个点火的一个火苗 对吧 然后呢 这个霸凌现象 然后政府隐瞒真相 然后等等贫富差距的矛盾 他把这几个因素掐在一起 这就是个百万家 他知道这事就能火 对 这事就能激起民愤 哎 我觉得这个就变得好复杂 你说他还是正为正义而伸张吗 对 所以我 对不起 我再说一下 但是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又出现了 我现在发现很多这个微博大V啊 他们见到有些事情啊 在未明真相的时候 他们会鼓励大家说要发生 对 其实这个背后隐藏着什么呀 就是哪怕我们发生的不是真相 但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大家都说 大家都发生 也会倒逼政府啊 做出反应 否则的话 你行不成这个嚷嚷的这个动静啊 对 可能政府就给你压下去了 对 他形成了他的那个逻辑 对呀 解决问题的逻辑 对 但是我们政府的逻辑呢 又是很简单 压下去 对吧 那个加强那个武装警察的力量 对吧 那个压下去 那其实这个社会呢 是在 我是觉得是在转型过程当中 尤其是对媒体 就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就其实每一个人 拿个手机都可以做记者 以前记者还要拿牌 起码有个记者证的 他不用考 拍个视频就上去了 那其实我觉得 市场还需要另外一块 我把它叫成叫做自媒体 智慧的智 就是像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 它是智库型的 智慧型的 做深度的 不是自己的智 是智慧的智 对对 做深度的 智媒体 那那个我在想包括凤凰也是 包括你这个节目 其实就是不是做自媒体 叫在在做深度的 但是现在是反智才能挣钱 这没提 你就带着你的智一起活不下去 枪枪三人行广告直播见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看这个愚情啊 我老有一种火药桶的感觉 就我看到的是一些汹涌的这个情绪 但是这个真相呢 又被这些情绪都扭曲了 所以这事您觉得该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从长远看啊 第一和谐社会一定要建立理念 那个每一个 真实的理念 每一个社会有它的社会精神 就是我们今天 你比如说我刚到香港二十多年前 我就很欣赏 香港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他的社会精神就是孝贫不孝昌 大家安分赚钱 对吧 是有法治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社会 就中国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到底用什么来作为我们的社会精神 我们还先不要去讲为人民服务 或者怎么样 你的社会精神建立在什么样一个道德基础上 就起码的一些道义道德正义 你这个 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 谁都知道这个是是不是正义 这个钱该不该拿 对不对 那这样说起来就不难了 我还是要为我们土著 香港说句话 因为孝贫不孝昌 那可能二十多年前 我倒是二十多年前 我还不太觉得是这样 不孝心说不孝昌 是因为我们尊重每一个人 你的选择 你的困难 你今天可能要做了一些不太 蛮不堪的事情 我们不会孝你 你有你的困难 我们看怎么样帮你 那当然孝贫是有了 可是香港的社会福利的到位 也坦白讲比很多地方都多 医疗房屋 香港有百分之六十的人 住在公共房屋里面 所以我觉得假如说 香港资本主义社会 你只要安分赚钱 什么都不管 孝贫不孝昌 我觉得对香港不公道 也不合道 那说回来 对不起我香港人 总要替我妈妈辩护 那重点呢 所以说理念诈局观 每个社会不会觉得自己没有的 也不会说我们这社会 拥抱的就是邪恶 不会的 全世界任何的社会都不会承认 我拥抱是不好的东西 都说我有好的诈局观 问题是整个制度 整个制度 比方说刚刚季老师讲到那 陈延徐是老干部 大疯长 香港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要下岗的老干部 老领导 怎么会受到还有资格跑去前线 然后还这样那样 相当于曾荫权 人老心不老 然后旁边的人还 老领导 你怎么办呢 我问你怎么办呢 听他说话 这个有时候 在那个故事里面 可以解决问题 可是任何的制度 都不是为了保持一时 要长期来做 所以要从制度面来找手 理念那些都有了 大风场的冲突 确实最后靠陈延石解决 对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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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